全市最高限速30码 意大利2023年 首个执行城市定了 意大利华人街消息 你能想象在城市中车速不能超过30码吗 前不久意大利媒体走漏了一点关于限速的风声 没想到这么快就开始定点实施了 意大利首个执行市中心限速30码的城市是伯罗尼亚 从2023年6月起 就要开始执行该限速措施 当然 受限速影响的主要是伯罗尼亚的历史中心 几乎所有街道都会限速30码 而城市的其他道路限速50码 该市的市议会已于昨日通过了这项决议批准 执行限速令并不仅仅只是修改法令而已 俗话说千一发而动全身 预计改的这个限速令 伯罗尼亚要为此投入1400万欧元 用来更换新的交通道路标志 重新设计道路 以及增加物理减速带来缓解交通速度 并划分出新的更大的步行区域 安装大量的车速摄像头 以及增加道路安全设施 投入教育宣传活动 30码这个车速虽然会引起很多市民的反对 但是据官方数据分析 大多数情况下 城市中心交通道路一直很拥堵 车速还不到30码 而实施了30码的限速后 可以很好的规避交通事故 从而减少拥堵 也就是说 30码虽然是在限速 实则为城市中心提速 而实施这项限速措施的 不仅仅是伯罗尼亚 在欧洲其他城市 比如柏林和巴黎都已执行了30码的限速措施 并有效地缓解了交通拥堵 除了限速的规则之外 伯罗尼亚还推出了 其他对交通方面的干预措施 从2023年2月1日起 带有蓝色条纹的管制停车场 扩展到圣斯蒂芬和圣多纳图 圣维塔莱区域 居民停车免费 每户最多两辆车 需出示车牌 其他人需付费 为骑自行车的人 推出一项新服务 安装10个充气站 并进行初步维修 伯罗尼亚市宣布限速30码 标志着意大利正式 开始向着城市30的目标迈进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城市跟进